林欣如20日出席酒商代言活动 平时喜欢小酌一杯的她 看起来心情非常好 还难得放下一个老公霍建华 喝醉的小情趣 也没有到天天啦 但是大概一个礼拜五天吧 中休二日 会跟华哥就是喝一点酒 增加夫妻的情趣 对如果是吃饭的时候 我们两个就会一起喝 就是一边喝一边聊天 可能我们就吃饭的时候 就少少喝这样子 就比较不无聊 那时候可能已经醉了我也忘记了 因为有比学沟通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每一对夫妻 都有自己的一些沟通方式啦 相处模式 那我们是真的还满喜欢 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喝两杯 也比较放松 你跟老公是 以前是她比我好 但我觉得我现在 可能比我比她好 如果以大家喝醉的次数来讲的话 我会比较少 一直抱她聊 那喝醉口也是怎么着 就是妈的 没有 她喝醉很像小孩 就会很开心 然后一直讲 一样的话那样 她会跟我们家猫撒娇 她现在喝醉的颅猫比较多 她这个体重会来瘋来激动 她什么时候我就觉得还满可爱的 她什么时候我就觉得还满可爱的 这个满意吗 我们就在一起 就要一直去欣赏对方的好的那一点 这样子 太甜太甜啦 聊到金钟前夕 出席活动就已经这么美 那典礼当天的战袍 应该会超厉害 我已经挑好了 七七八八了啦 大概今天会做最后的 试衣服啊 然后最后的决定 因为选了好久 尺度的配方 我不是走尺度路线的 那留给演言